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红色的鱼 作者安芳侄子 翻译彭毅 从刚才开始 鱼槽里的鱼就跳个不停 为什么只有今天晚上 才听到这个声音呢 雪芝想 作为海边一家小旅馆的女儿 雪芝就是听着这厨房里的响声长大的 对于雪芝来说 明天就要被做成菜的鱼 在鱼槽里跳跃发出的 扑通扑通声 就应该是一首愉快的摇篮曲 说是这么说 今天晚上雪芝却被那个声音烦恼的 直到天亮都没有合过一次眼 是那条大鱼吧 是爹说的那条朝霞颜色的鱼 在跳吧 雪芝这样想 明天雪芝家里应该有一场很少见的婚宴 为了这场婚宴 雪芝的父亲干净十足地出了一趟海 钓上来一条格外大 格外美丽的鱼 当她被放到鱼槽里的时候 雪芝想 明天 这么一条漂亮的鱼被摆上餐盘端到婚礼上 新娘子又应该是怎样美丽的一个人呢 可那条鱼的眼神好凄凉啊 雪芝又想 她咕噜翻了一个身 这时 这时 她觉得好像有谁在叫她似的 救救我 救救我 是一个小小的不可思议的声音 像遥远的海的身影一样 像嘶哑的风声一般 谁 低声这样问 不过 雪芝清楚地知道是谁 是鱼槽里的鱼的声音 是朝霞颜色的鱼的声音 莫得爬起来 雪芝悄悄地朝厨房走去 俯下身 打开盖在鱼槽上的竹帘子一看 那条红色的鱼正在里头慢慢地跳着 比白天看上去更加鲜艳了 就像被系起来的路斑染的袋子似的 刚才是你发出的声音吧 于是 鱼只瞪瞪地瞅着雪芝 眼泪夺眶而出 鱼哭了 不出声地哭了 雪芝连大气也不敢喘 只是看着它 我放了你 放回到大海里去 雪芝飞快地说 不知为什么 它可怜起这条鱼来了 雪芝把一个大水桶插到了鱼槽里 扑通一声把鱼捞了上来 然后 一只手拎着水桶 放轻脚步朝后门走去 冲到了外面 雪芝在那条满是碎贝壳的路上 一口气奔了起来 一边小心着不让水桶里的水洒出来 一边在乳白色的尘埃中朝着大海奔去 哗啦哗啦地冲进了大海 最后 要把水桶里的鱼放回海里去的时候 雪芝招呼道 好了 回到大海里去吧 下回可不要被抓到了哟 于是水桶里的鱼仰起头 看着雪芝说 下回再见吧 哎 雪芝吃惊地看着鱼 下回 雪芝这么重复道 鱼平静清楚地说 因为你救过我的命 所以下回轮到我报答你了 让我来帮你实现三个愿望吧 见雪芝呆住了 鱼突然抽动了一下红色的尾巴 说 好了 取下我的三片鱼鳞试试看吧 见雪芝犹豫着 鱼催促刀 好了 快点快点 不用客气哟 雪芝战战兢兢地伸过手去 接下三片微微发红的 像樱花的花瓣一样的鱼鳞 鱼静静地说 如果有了愿望 就把一片鱼鳞扶到海水里 叫声鱼 鱼试一试 那样的话 不管我离开你有多么远 我也会飞过来的 一看到我的身影 你说出你的愿望就行了 不过 尽量在海湾没有波浪的地方 把鱼鳞扶起来 说完 鱼猛地朝上一跃 回到大海里去了 雪芝一个人呆呆 她的助力在早上的海边 雪芝17岁 一个丝毫也不引人注目 在乡下长大的普通的女孩 她想 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好媳妇 一个好母亲 在这个村子里舒舒服服地 过一辈子就行啊 这样的雪芝的最初的 一个小小的愿望 就是想让自己的头发 变得美丽起来 是一直吹着海风长大的缘故吧 雪芝的头发总是干枯的红褐色 一天 雪芝下海去了 她选了一个没有波浪的静静的地方 把鱼鳞扶了起来 然后 试着轻轻地呼唤开了 鱼 鱼 雪芝屏住呼吸 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水上泛起了一道又一道波纹 扶在水面上的鱼鳞 滴溜溜地旋转起来 很快 那条鱼就扑得一下 扶了上来 雪芝果断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让我的头发变得漂亮起来 变成像海底的裙带菜一样的头发 鱼静静地说 到了明天早上 你的头发就会变得漂亮极了 雪芝点点头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就要拥有一头漂亮的头发了 雪芝哗啦哗啦地在水里奔了起来 接着 就像孩子似的蹦蹦跳跳地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早上 雪芝的头发变得惊人的美丽了 手摸上去像丝绒一般光滑 颜色是深绿色的了 一头其尖的直发 如果一动不动 又润又重 而一跑起来 则像丝线一样轻盈地随风飘舞 雪芝欣喜若狂 到今天 她才头一次知道变美了 是多么地让人喜悦 然后 还没过去几天 雪芝又下海了 把第二片鱼鳞浮到了水上 鱼 鱼 于是水上又泛起了波纹 鱼鳞滴溜溜地旋转起来 红色的鱼又出现了 让我的眼睛变得漂亮起来 变成像海上的星星一样的眼睛 听雪芝这样请求道 鱼说 到了明天早上你看吧 你的眼睛就会变得漂亮极了 雪芝大叫了一声 谢谢 就跑回家里去了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这样 我就成了村子里最美丽的女孩了 雪芝的胸膛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 雪芝的眼睛真的变得美丽起来了 像傍晚海上闪耀的第一颗星星一样的美丽 人如果被那双眼睛盯久了 就会晃眼 就会不由地朝下看去 雪芝这孩子变得彻底漂亮起来了 村里的人们这么说 啊 人生是多么好啊 一种莫名的兴奋让雪芝的心中热乎乎的 雪芝变得爱照镜子了 变得爱买新衣服了 而且变得爱想什么时候来迎娶自己的好小伙子了 这样过了一两年 雪芝把那条鱼的事给忘到了脑后 她觉得自己那美丽的眼睛头发都是天生的了 剩下的那一片榆林落满尘埃 睡在梳妆台的抽屉里 到了二十岁左右 雪芝爱上了一个年轻人 那是这一代最富裕的船主的儿子 那是一个住在代代相传的大房子里 而且不久就要成为一家之主的人 那个年轻人说喜欢雪芝的头发和眼睛 在黄昏的松树林里 两个人见过好几次 很快就定下了婚约 然而 村边上小旅馆的女儿和有钱的船主的儿子 却无法结成夫妻 年轻人的父母就不用说了 雪芝的父母也反对 村子里的人只要凑到了一起 就悄声地说起两个人的风言风语 然后歪着脑袋 轻轻地横着摇晃起来 尽管如此 雪芝美丽的头发和眼睛 还是让年轻人难舍难分 她终于说服了父母 不顾别人的反对 要举行结婚仪式 只要有爱的话 这种时候 谁都会说得悄悄话 年轻人对女孩说了好几次 结婚仪式的前一天晚上 雪芝的父亲一个人嘟囔道 这下 朝霞颜色的鱛鱼 就上不了明天的餐盘了 然后 她瞅着雪芝这样说道 为了你 我坐船都不知道出海多少次了 可就是抓不住那条鱼 她又说 那是一条很难抓到的鱼 就因为这才是吉利的鱼啊 传说如果那条鱼能摆到新娘子婚礼的餐盘上 一辈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一辈子 幸福 这句话 调亮了雪芝的心 现在 雪芝紧紧地抓住这句话不放了 这种不般配的婚姻 也让雪芝感到不安 随着结婚的日子一天天逼近 不安欲发厉害了 连夜里都睡不着了 思考了一个晚上 天亮的时候 雪芝悄悄地拉开了梳妆台的抽屉 把那片干透了的鱼鳞拿了出来 我出去一趟 一个人话还没说完 雪芝就拎起水桶冲到了外面 在沿海的贝壳路上奔着奔着 雪芝突然回忆起了17岁那一年的往事来 回忆起了把朝霞颜色的鱼装到水桶里 一个心仰朝着大海奔去的那一天 她要把那天救过的鱼叫过来 抓住她 抓住她把她杀了 摆到自己婚礼的餐盘上 眼前一浮现出了死的鱼的那空洞的眼睛 雪芝不由地打了一个寒净 可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为了幸福的结婚 雪芝不犹豫了 这时黎明的大海还是灰色的 像大口大口喘着气似的 长了起来 朝着那大海 雪芝没命地奔着 奔啊奔啊 水总算是淹没到膝盖了 她用哆嗦个不停的手 把鱼鳞扶到了水上 鱼 鱼 啊 尽管觉得自己的声音有毒 可雪芝还是尽可能用甜美的声音 呼唤起鱼来 鱼 鱼 于是水面上的波纹扩展开了 鱼鳞滴溜溜地旋转起来 红色的鱼一下子冒了出来 雪芝用嘶哑的声音说 你好 鱼回答道 好久不见了 雪芝大胆地一口气说了起来 我明天叫剧情婚礼了 我想在餐盘上摆上一条红色的鱼 想摆上一条朝霞颜色的鱼 为了我的幸福 请帮我一个忙吧 鱼用戴黑点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瞅着雪芝 雪芝接着说 如果把朝霞颜色的鱛鱼摆上餐盘 村子里的人就会认可了 就会觉得我们的结婚是天意了 鱼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儿 才抽动了一下腮 用渗影一般的声音说 那样的话 你就帮我带去吧 谢谢 雪芝闭上眼睛 大大的吸了一口气 扑通一声把水桶放到了水里 可是 就在那一瞬间 雪芝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 好像鱼的灵魂刚刚飞到了什么地方去了似的 提心跳胆地睁开眼睛 雪芝不禁吓了一跳 因为水桶里的鱼 看上去就宛如一块红色的碎布似的 雪芝的脸色变得苍白 禁不住伸出一只手要去捞鱼 可雪芝什么也没有抓到 水桶里只是映着一片云 只有一片朝霞的影子慢慢地晃动了一下 缓过神来的时候 天空已是一片玫瑰色了 就仿佛红色的鱼升到了天空上 成群结队地游了过来似的 天上是一片美丽的朝霞 天上是一片玫瑰色的鱼 天下是一片玫瑰色的鱼